第1369集 黑暗中,一群老古董你一言我一语知晓的东西却是不少 天贵圣人听了一会儿,忽然道 再等一天,放平踪迹钥匙还是无法发现 让伪朝大军逼近人间,让人围杀蛇王吴魁山 南六语让几大王亭增兵,威较魔武军团 制造紧张局势,逼迫人类召唤方平出山 步步紧逼方平一路踪迹,迅速斩杀他 天贵天坟那边 无法,朕天王武王在墙自有人应对 斩杀人王和武王,势在必行无人可挡 此乃大事,哪怕天帝和守权人都现身 也无法阻挡 苍毛尽量困而不杀 真要杀的话 天贵顿了顿,开口道 傻苍毛指,自己离开 藏身近几海 等天地极为陨落,再出山 众人默然 说得简单,哪有那么容易 苍毛最好还是困而不杀 否则还是有大麻烦 天木呢? 傻 天贵冷声道 天木欲要和人族亲近 想要依靠人族再进一步 有德必有失业 有机会杀他 那就斩杀他 众人没再问 这一日,帝枯增兵 之前不曾参战的各大皇朝 神宗 这一日纷纷有大军进入外域 一时间人族风声鹤唳 大战瞬间爆发 南六域 南十二域 南十三域 包括国外东西北三大域 纷纷爆发大战 战火绵延 神王无愧山入地窟 坐镇南六域 新晋绝颠角 进入地窟坐镇南十二域 李无奇刚从禁忌海赶来 海中有紧急消息传来 水利神岛上栖息的南皇门人 召他回归 水利神岛 前几天被一位回归的南皇门人霸占了 李无奇这几日一直在应对 现在听到人族有难 特来之远 哪知道这时候 那位南皇门人忽然召唤他回归 李无奇很无奈 可水利神岛之上 还生存着水利一族 他没办法放弃 无奈之下 李无奇哪怕到了外遇地窟 此刻也不得不迅速回转 回归水利神岛 海中 问仙岛 之前有灵皇门人现身 召唤灵皇救不来问仙岛 此刻岛中一处如同仙境的仙宫之中 上方一尊虚幻的人影浮现 仙影飘渺 下方 月无华忧心冲冲 此刻攻身岛 采一圣人 人间和地界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 与无等无关 上方 飘渺声传来 清脆中 夹杂着沧桑感 可我问仙岛 和人间有过协议 双方攻守同盟 说吧 月无华看向自己前方一人 也是女子 之前坐镇问仙岛的那位决颠 缓缓道 林月师姐 难道问仙岛答应的事 现在都作废了吗 前方 一位女子转身 看向月无华 眼神略显复杂 缓缓道 无华师妹 此次人间和地界开战 其中暗流汹涌 彩蝶圣人 虽坐镇问仙岛 可而今九皇门人都已现身 三界局势复杂 月无华沉声道 可人间 是大势所在 立无其帮助人间 迅速正道真神 和人间合作 对无等 立大于弊 武王 人王这些人 都是此代骄子 局势人杰 他们不死 人祖不灭 我温仙岛一脉 源于凌皇一族 凌皇昔年 对仓帝宠爱有加 仓帝如今 就在人间 彩蝶圣人 若是凌皇大人 真的有一日回归三界 知晓吴等 坐视人间被灭 苍帝被杀 上方属于凌皇一脉的女子 微微醋眉 轻声道 苍帝 那些人不敢对苍帝如何 不过 人间之事 不可贸然参与 不过问仙岛 需站出来告知三界 与苍帽为敌 便是与我凌皇一脉为敌 他不太想参与 人间和地界的大战 可苍帝不能不管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 不会明白 灵皇对仓帝有多喜爱 若是有朝一日 灵皇真的回归 知道他们看到 苍帽有难 而不去帮助 恐怕也是大麻烦 此刻 采迪圣人缓缓道 岳无华 你写本宫胜令 前往人间 必要之时 本宫自会出现 藏地不可商 其他之时 灵皇一脉 而今只有本宫复苏 恐难参与其中 岳无华文言也不再多说 采迪圣人能答应 护有藏猫 已经是极限了 与此同时 龙岛是 树皇一脉所在 大殿上方 一位粗狗男子 坐镇龙岛 下方出身龙岛的龙轩 此刻也是轻声道 大人 人间暗流涌动 无等真的不参与吗 促光男子敲着宝座 扮上亨道 再等等 龙轩 你写本座帝兵 前往人间 兽皇一脉 与苍帝交好 不可让其他人 误杀了苍帝 否则 绝不与之罢休 还是苍帽 这一刻灵皇 兽皇两脉 一位苍帽 各自遣人 前往人间 通告各方 他们如何算计人间 和这些人无关 可不得对苍帽如何 否则 两脉无论如何 也不会善罢甘休 各方都是暗流涌动 地窟短短时 再次爆发大战 禁区 不断增兵 一些绝颠强者 也纷纷展露踪影 一时间风声鹤唳 人间风雨飘摇 就在这一刻 方平抵达了振兴城 这一次 他没大张旗鼓地 抵达振兴城 方平手中出现 一块令牌 气息转换了一下 瞬间和上空的戒臂 融合到了一起 戒臂缓缓 开启了一个小口子 在振兴城 几乎没有任何察觉的情况下 方平进入了振兴城中 当年的振兴城十三老祖 后来正道的陈耀祖 足足十四尊雕像 立在了义士大殿前 而此刻 却是只剩下了九尊 刘家 苏家 周家 杨家 四家老祖 先前已经陨落 而今日 却是又少了一尊 方平看了一眼 面露哀色 有人死了 又死了一位 绝颠静 真兴城十四位 绝颠 前后已经死了五位了 这一次死的是 江家老祖 方平站在义士大殿 哪怕过往有行人 也无法看到他 江家老祖 占死 方平还没收到消息 恐怕就在这几日 占死的 这几日他在闭关 一直没有在意这些 又死了一位了 方平心中愤慨 不甘 六大圣地这些始日 并非五人占死 恰恰相反 从进入天坟到现在 加上江家老祖 足足战死了五人了 而在这之前 战死了十六位决颠 二十一位 短短数月 人类决颠战死了二十一人 进入甲天坟的决颠四十人 今日只有三十五人了吗 方平面露哀色 就剩下三十五位了 而人间 这些日子只诞生了 无窥山一位决颠境 人族斩杀了很多真神 方平是知道的 之前光是邪教的真神 就死了不少 这点 他也在邪教有些了解 其他各方 应该都有人死亡 可别人死的再多 人类的决颠也不会复生了 约定的半年后 十位决颠去驻战 会有吗 方平不知道 如今 人间也再次面临危机 半年后 真的有十位决颠能进入甲天坟驻战吗 还有 武王他们可以再撑几个月吗 方平心中轻叹一声 没再多想 下一刻 身影闪烁 飘进了震天王的雕像眼中 一声轻移传来 头发花白的助神使放下了手中的书籍 看向凭空闪现的方平 面露意外之色 有人来了 没有气机 方平 诸神使忽然想到了一人 开口问了一声 他没见过方平 却是和震天王讨论过此人 方平也在看这位 看着看着笑道 见过前辈 眼前这人头发花白 不修蝙蝠 此刻被铁链锁住 铁链贯穿了四方 不知尽头在何处 这 就是震天王镇压的罪人 晚辈方平冒昧来访 哼 诸神使忽然冷笑道 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这就是个囚龙 老子是囚徒 你们这些人还不是想来就来 算得上拜访吗 说罢 吃笑道 遇到麻烦了 想让我帮忙 镇压了老夫八千年 你觉得可能吗 滚蛋 现在滚开 要不然老夫脾气来了 一口吞了你 方平微微醋眉 很快恢复笑容道 前辈何必这么暴躁 暴躁 诸神使吃笑道 那是你没见过 老夫更暴躁的样子 方平轻叹一声 也不多说什么 打量了一眼小世界 又看了看 诸神使身边 摆满了的书籍 什么书都有 非但如此 方平还看到了电脑 笔记本的 当然 肯定没网络 方平笑了一声 有点意思 镇天王关押了对方 不过看样子 还让对方了解外界的讯息 这八千年来 此人恐怕也不是与世隔绝 方平走了几步 没靠近老人 而是走到一旁 蹲下身体 顺手拿起了锁住对方的铁链 看了一会儿 方平意外道 这是什么材质打造的 不知道 方平轻笑道 那便算了 说着方平又道 以前见过五王吗 没有 方平意外 没有 不会吧 五王走之前告诉我 有事可以来找前辈的 住神使想了想 吃笑道 他不敢来 方平沉思片刻 大概有些明白了 老张恐怕也知道一些东西 所谓不敢来 大概是纠结要不要放了此人 人亡 可以赦免此人吗 方平其实也只是猜测罢了 可老张走之前 告诉他 有麻烦可以来找此人 语气还是很复杂的 恐怕他不来 也是担心他自己 忍不住放了此人 此人有罪 大罪 老张是人亡 却不代表人族 原谅此人 可见 此人对人族的确有愧 敢问前辈名号 五明氏 是吗 前不久 苦海有座无明山 无明山上有位无明氏帝尊 也是和前辈一样的回复 结果前辈猜怎么着了 诸神使嘴角微抽 死了 死得好惨 月灵出现了 三二一批死了对方 也是当日战死的第一位帝尊 实力真的很垃圾 前辈和他同门 诸神使哼了一声 有些不爽 你才和他同门 老子是帝尊可比的吗 前辈什么实力 你猜 不猜 前辈自己说 这么说吧 前辈没有顶级圣人或者天王的实力 那就在这儿老死吧 地级都是废物 没啥用 我不需要 没有相对应的价值 那就不需要我付出任何代价 这种垃圾死了也白死 前辈是地级吗 是的话 直言便识 我马上离开 我不喜欢和废物浪费太多时间 诸神使眼神不善 淡淡道 地级是废物 哪怕在上古时期 地尊也是三界霸主 是吗 那代表上古也不怎么样 地级也能当霸主 那上古真的很懒 口舌之力 方平笑呵呵的 那倒不是 你们活了这么久 才地级 我不该鄙视你们吗 看看我 看看老张 看看李司令 南部长 吴校长 真的 我不想鄙视你们 可你们活到了这地步 还是地级 我不该鄙视吗 别说什么大事在现在 当年三界风云起荡 别人正道皇者 正道极道 你们没能如此 那就是失败者 是废物 还不允许我们后人 点评几句了 诸神使嘴角再次抽搐 你说的挺有道理的 那又如何 失败者 真要是无敌 你何必来求老夫 错了 不是求 是合作 各有所需 前辈这么多年了 还在这待着 是没办法出去 还是说 需要一个契机 才愿意出去 而这个契机 需要我来给前辈吗 前辈 开门见山 也别打马虎眼了 愿意出去吗 愿意合作吗 愿意为人类出点力吗 愿意的话 咱们好好谈 不愿意的话 那我也没兴趣 陪一个老家伙闲聊 你继续在这待着 我看看你哪天老死 回头让人来收尸 混账 诸神石眼神冰寒 寒光覆盖 整个小世界 你不怕死 你以为老夫 被困在这 就无法对你出手 你高估你自己了 无妨 这只是我化身而已 前辈要杀吗 要杀的话 我送上门 给前辈杀就是了 不够的话 我再送点进来 说着 方平上前一步 直接走到了老者面前 笑道 前辈 来 杀了我 这样我就不纠缠了 直接离开此地 换一个地方 我还很忙 也不喜欢 和脾气暴躁的人合作 你 诸神石有些气恼 向来只有自己 气别人的份 今天倒是 被这小子给气到了 诸神石吐了口气 不耐烦道 说 你想做什么 简单 前辈帮我宰三个天王 滚 诸神石脸色铁青 马上滚蛋 离开此地 否则老夫现在就出去宰了你 三个天王都不行 莫文剑说你实力极强 我还以为起码是天狗那个级别的 没想到 该死的 这家伙糊弄我 诸神石脸都绿了 什么意思 什么叫三个天王都不行 你以为天王是什么呀 真以为天王是你想杀就能杀的吗 两个吧 滚蛋 一个 你走不走 方平皱眉 二话不说 掉头就走 骂骂咧咧的 该死的吗 文贤 一个天王都杀不了 告诉我是强者 这种人还想得到人足特赦 没点能力 嚣张的倒是跟二五八万似的 特赦 那也是针对人才的 这家伙 你在里面老死了 是 方平走得飞快 诸神石欲言又止 心里都快马开了 什么意思 杀不了天王 那就是废物了 你大爷的 天王也未必能杀天王吧 破七的天王 那也未必能保证杀破六的天王吧 就因为老夫说杀不了天王 你就走了